恐慌指数上涨了49% 那么这个数据本身也反映出当下 大家对于美国所谓这个黑色九月 九月份向来都是美国的股市表现不怎么样的月份 那么这可能也是由历史各种因素导致的 包括我们知道九月份曾经有过911 恐怖袭击事件等等 那么我们也知道目前支撑美国股市发展的 就是美国七大科技股 可是当下七大科技股的涨幅实在是过高 于是乎在上周五美国股市的交易当中 特斯拉是大跌超过8% 那么最新我们看到马斯克不断来蹭中国的议题 那么最新马斯克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X上面 发了一个黑神话武空的一个我们孙悟空的剧照 那么他把他这个黑孙悟空的脸呢披成了马斯克自己 那么也是引发很多的讨论 这也反映出当下中国文化出海 它的影响力 那么已经告别了过去的那种意识形态的一些偏见 那么很多东西呢也走入到了国际 让很多的消费者 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呢 对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神话故事呢比较感兴趣 但是呢我的观察重点呢其实是马斯克呀 他毕竟是一名商人 对中国市场呢向来是相当重视 尤其是普通的特斯拉超级工厂 成为过去的几年 特斯拉能够股市节节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如今呢 特斯拉面临一个不那么让人感到乐观的前景的时刻呢 马斯克再度来蹭中国的热点话题呢 可见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推出他的FSD 全功能智能驾驶的这个期待呢是拉满了 那么在上周呢 由于FSD即将在中国落地的新闻呢 不断的被传出来 所以特斯拉的股价呢 也连续逆势涨了几天 那么在美国科技股大幅下跌的时候啊 特斯拉能够涨这么几天呢 其实已经是中国概念充分的被应用了 那么如今马斯克再度蹭中国呢 其实也有一些蹭不动的这个情况发生了 你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媒体报道呢 中国的消费者对于特斯拉电动汽车呀 好像已经不那么的感冒了 虽然也有一些消费者在买特斯拉汽车 但是呢 由于中国市场的电动汽车日新月异 有很多非常好的功能 非常这个这个多的吸引力 那么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所以呢 很多汽车品牌推成初心 就使得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整体前景呢 好像也面临着很多的挫折 特别是它的市场占有率呢 也在下滑 那么特斯拉这种状况呢 是美国科技股的一个缩影 在全球的影响力呢 这个不断的下降 那么全球市场占有率不在下降的时刻呢 那么美国股市由于政策和地缘战略的原因呢 还有美国的大量印发现金 导致美国股市的泡沫化 所以它的市这个市盈率呢 都大幅攀升 在这样高点时刻 那么美国的就业数据和美联储的政策前景影响之下呢 出现大幅的回调 其实我认为再正常不过 毕竟没有什么东西是只涨不跌的 那么如今总结下来呢 其实就是四个字 现金为王 这也成为了当下我们来分析这个市场 最佳的避险方式 因为巴菲特已经做出了示范 其实全球投资者都在关注巴菲特的这个操作动向 那么我们看到了8月份 美国非农据数据不及预期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来寻找各种这个数据 各种这个操作的前景 各种可能性从历史数据到当下的一些这个大宗商品 尤其大家还在关注我们前面所说的巴菲特的操作动向 等一下我们还会做详细的说明 那么随着美国这个股市的震荡对全球的影响呢 我们看到黄金呀也已经是不涨反跌 大家此前都说黄金是避险资产 对吧 那么当资本市场不行的时候呢 就开始来投入黄金 但是如今看来呀 黄金由于受到美联储降息前景预期的不明朗呢 就导致金价的大幅回落 反正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的逻辑 涨得高了就会下调 那么黄金如此原油价格也是处在失控当中 原油市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 那么最终呢 我们看到了从去年十月份以来 那么原油呢 经历了一个星期的最大单周跌幅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归根捉底 还是美国就业数据的疲软 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 进而影响到了对原油需求的预期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就是很简单 供需关系 经济不行 自然对能源需求呢 就会下降 能源需求下降 自然就会买原油的人呢 就会变少 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个供需变化 那么就业报告的疲软也表明了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状况 这就打击了原油市场 和是其他大宗商品市场 对未来乐观预期的一个表现 花旗集团的分析师Eric Lee 就进一步指出 OPEC加的减产计划 虽然可以在短期之内支撑油价 因为你的需求变少 那么我这里的供应呢 减产 那么供给变少 形成一个新的供需平衡 但问题就在于 那么花旗的分析师认为 OPEC加的减产 也只能支撑短期的油价 从长期来看 总体上全球市场的供应过剩现象 仍然会对大宗商品 比如说油价的这种反弹 呈现出抑制的效果 因此预计到2025年 布伦特原油的价格 布伦特原油的价格 可能会回落到每桶60美元 这个是原油市场的表现 那么另外我们就知道 随着美联储降息前景预期的确定性 以及降息前景降幅的不确定性 大家注意这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降息的确定性 和降息多少的不确定性 那么就反映出 美国经济的下滑放缓的确定性 和放缓幅度究竟多少的不确定性 这些一个确定一个不确定 就引发了大家的 对市场的一个总体判断 就是各有判断 于是乎就呈现出 大涨大跌的这种状况 那么于是乎大的方向是 美债收益率的全线收跌 对吧 你这个美联储降息 那自然美债收益率收跌 这是大事所趋 9月6号 美债收益率全线收跌 那么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 就跌幅9.7个基点 那么来到了3.657% 那么三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呢 是大跌7.8个基点 来到了3.536 5年期的3.493 10年期的3.713 30年期的呢 是4.02 这是当前全球资本市场 那么受到美国政策影响 美国经济基本面影响的一个典型状况 好了 我们前面所说的当下的经济状况呢 那么让人们又开始想到了四个字 就是现金为王 那么大家的一个标志性的参考的目标呢 自然就是巴菲特 那么当下巴菲特的现金储备 已经来到了历史最高的状况 巴菲特为大家亲自示范了 什么叫做现金为王 我们看到二季度的美股的持仓报告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账上的现金储备 来到了历史新高 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呢 是他的持仓的总市值呢 从3320亿美元 直接下降到了2800亿美元 而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达到了创纪录的277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为规模高达2346亿美元的 短期的短期限的这个美债 那么很大程度上的美债也被归类为现金 就如同我们的很多朋友举个例子 就是把钱放在比如说像余有宝呀 或其他的这个叫做货币型基金 对吧 放在里面那收益率不高 现在可能就一点几啊 两个点这样子 年化收益率 那这个其实和现金没区别 你知道我的意思 对吧 首先比较灵活 第二呢 他的稳定性 可靠性呢 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和你去银行存定期是差不多的 而且呢 他还能够比较灵活 想用呢 基本上很快就可以这个变成现金来使用 所以呢 绝大部分的人士呢 都会把这个美债的持有呢 比如说这个 他的现如今我们所说的 波克西尔哈萨维公司呢 那么他所持有的2346亿美元的债券呢 归类为他的现金持有 那么一年及以下的短期美债呢 他由于整个的变现速度非常快 因此呢 通常情况下 被纳入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范畴 那这个呢 算是一个这个基础知识的补充 我们前面所说到 现金为王的大前提呢 自然就是没有好的投资标的物 对吧 另外呢 就是恐慌指数飙升 恐慌指数飙升 其实就是传递出最明确的信息 就是什么呀 就是 钱难赚 钱亏钱容易 简单的说就是 想赚钱变得非常困难 想亏钱呢 很容易 买什么亏什么 这个情况呢 其实放眼全世界都是如此 对吧 那么由于美股太高了 如今呀 真的是 只要风吹草动草丛之下 到处都是鬼故事 小鬼到处乱窜 对吧 一个小鬼在过去情况好的时候呢 基本上大家 视而不见 完全感觉看不见 但是如今呢 一个小芝麻利的一个诡异故事 一个小传言 就会引发市场的大幅波动 那么这个本身呢 也反映出当下 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呢 一个什么信息 立刻传遍全世界 马上就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操作 即便是机构投资人呀 也会被这种情绪所裹挟 因此呢 恐慌指数飙升呢 就意味着当下想要挣钱变得非常困难 其实中国一直如此 对吧 在过去的几年朋友们都知道 你是买什么亏什么 基本上呀 散户真的就是韭菜 你这个现如今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市呢 如同美国的股市 老百姓的钱呀 在中国的老百姓呢 主要就是房地产上面 美国的老百姓呢 主要在股市上面 那么情况呢 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现金为王 巴菲特 现在呢 这个大肆卖出自己的持股 而且呢 这个套现了进 七十亿美元 如此高的套现幅度呢 让很多的投资人开始怎么样呀 了解到目前市场的 这个危险程度 所以开始学习巴菲特 减持 那么变成现金为王的拥顿 那么巴菲特 最明显的一个迹象呢 就是他开始 大幅减持 过去的永久持有的一些股份 这个呢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好比说 我们老百姓 此前认为 哎呀 我们类比中国老百姓 好吧 这样容易理解 就是说呢 有些资产呀 你可以长期放在那里的 那么比如说 放在三年前五年前 很多朋友说 哎呀 我买一个房子嘛 对不对 我买一个留着住 甚至呢 家里面 郊区买一个 城区 主城区买一个 对吧 好像没关系 这个房子嘛 总归是要住的咯 对吧 而且呢 总归这个房价的上涨 即便不怎么涨嘛 好像也不会跌 对吧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 家庭的长期持有的财产 啊 结果呢 最近最近这几年 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呢 开始讨论一些关于这个 比如说买房子呀 小孩教育呀 等等 类似话题的时候呢 大家甚至开始讨论到什么呀 我为什么要持有房产 对吧 开始讨论到 我把房子都卖光啊 然后呢 我去租房子啊 小孩子读初中以后 反正也不需要学去房了嘛 因为初中以后考高中 考大学 那个是看你真本事了 你考的分数够高 你就读好的学校 考的分数一般 就读一般的学校 如果成绩实在是太差 那你就呢 反正对吧 就读一个 比如说这个职业教育啊 等等之类的 反正不管怎样吧 大家已经开始讨论 我为什么要持有房产 啊 那么在此前呢 几年之前呢 这种讨论是 几乎是没有的 反正我身边的人都觉得 我手上有一套两套房 反正自己也要住 对吧 以后可能小孩长大了 可能也需要房子 等等之类的 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而如今变成了 现今为王 我为什么要房子 不要房子 反正呢 因为房价下跌 大家呀 开始有点草木皆兵 有点这个害怕了 对吧 有点惊弓之鸟了 因为这一波动呀 可不是小数字 所以既然如此 这样的讨论呢 就把过去的 可以长期持有的财产 比如说房产呢 就变成什么呀 要把它给变卖掉 这就是一个情况 那么巴菲特开始减持 永久持有的股份 就引发外界广泛的担忧 我们线上有155位朋友在线 有60位朋友点赞 请大家点击视频下方 左侧的白色大拇指按钮 把它点成黑色 给主播点点赞 让各位朋友呢 这个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 也感谢大家的评论 打赏斗内 感谢大家 那么我们看到 巴菲特最近呢 开始减持苹果的股票 减持美国银行股的股票 美国银行的股票 那么这个就引发外界的 这个特别是引发市场 对他所谓长期价值投资策略的 一种担忧了 这是不是就说明了 过去非常稳健的 长期持有的价值股呢 已经开始松动 巴菲特从2011年开始呢 投资美国银行 而且在金融危机之后 对美国银行的这个恢复 表现出强大的信心 尽管如此呢 很清楚的 最近巴菲特的股票的减持 和他过去所秉持的 所谓长期持股的策略 好像是违背的 好像是不一致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本身呢 外界自然就有更多的担忧 按照巴菲特的习惯来看呢 只要他一开他开始要卖出 一只股票的时候 他最终呢 可能就是要么不卖 要卖给你卖到底 要干给你干到底 最终怎么样呀 会清仓整个持股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 美国过去的所谓这种 可以长期持有的 甚至永久持有的价值股 也已经变得可以直接清仓了呢 巴菲特的操作 让外界感受到了 丝丝的含义 开始跟随着巴斯菲特的操作策略 不管有没有 不管有没有鬼 先躲一躲 对吧 等确定没鬼了 我再回来 这难道不是一个 相对稳健的操作吗 最近一些年 那么伯克希尔 已经清仓了多家银行的股票 包括美国合众银行 富国银行 纽约 梅隆银行等等 那么我们看到了 众多的财经分析师 华尔街的一些策略师呢 对于巴菲特的这种股票投资策略 减持策略 表达出很大的担忧情绪 尤其是对于最近认为的 我们前面所说的 苹果公司的股票 对吧 苹果公司股票过去 在巴菲特的持仓当中 也是所谓的永久持有的 如今也已经开始大幅减持 这个对于所谓美股多头 或是美国科技股多头的人士来说呢 是重磅的一击 那么巴菲特在今年第二季度 大幅减持苹果股票 几乎出售了巴菲特持有的 苹果的50%的股票 你想想看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种操作本身 是不是对苹果长期前景的 一种看衰呢 是不是对于美国科技股 长期前景的一种看衰呢 对吧 这不是我的 我只是在借由巴菲特的操作 来和大家介绍当下的一些动态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 和我个人的判断没有关系 这是巴菲特老爷子的判断 如果你要挑战这样的趋势呢 你可以去挑战一下巴菲特老爷子 你可以让他把这个苹果的股票 美国银行的股票呢 再买回来 对不对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那么巴菲特的这种操作 尤其是减持50%的苹果股票的操作 是一个非常重磅的声明 显示出 他对于市场的前景的看法呢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是在一些啊 就是说常规性的动态操作的股票 短期持有的股票 做一些啊 增增减减呢 倒是正常 注意这里面 我们所探讨的是 过去通常被市场认为 是巴菲特永久持有的股票 那么因此呢 情况就会发生了变化 另外巴菲特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前景的看法 通过他的股市票的操作策略 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悲观 看来呢 他老这个老爷子呀 是相对悲观的 那么巴菲特最喜欢的股市指标 最近几个月呢 都不断的在传递出一个所谓的抛售信号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能要为大家啊 来做一点点的这个基础知识的科普 那么一般而言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指标叫做巴菲特指标 这个呢 大家可以到网上一搜就知道 什么叫巴菲特指标 那么一般情况下 如果巴菲特指标啊 这是一个指数了 那么这个指标呢 如果说啊 小于50%呢 那么这个指标的含义就是 股市被严重的低估了 那么如果说巴菲特指标 位于75%至90%之间呢 那么代表着整个估值呢 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说巴菲特指标超过 115%的话 那么这个呢 就通常被认为是严重的高估 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 就仿佛说呢 我们说牛肉对吧 好不好牛肉好 对不对 如果牛肉卖你500块钱一斤呢 牛肉一点都不好了 对不对 一点都不香了 如果牛肉卖你啊 30 50块钱一斤呢 好像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啊 不同国家价格可能不一样啊 对吧 那么我们以人民币来说啊 如果牛肉卖你15块钱一斤 5块钱一斤 那牛肉实在是太香了 其实就是这么个概念 很多东西啊 它的值不值得买 好不好 其实和它的价格是高度 这个最重要的关系啊 高度关联的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巴菲特指标 分别是50 75到90 115对吧 这个切了三个点 那么我们目前看 当下的美股的巴菲特指标 来到了多少呢 来到了190% 190 那么就意味着呢 远远的大于所谓 115%的被严重高估的这个水位 也就是说呀 你去这个水位啊 已经是三米的水位了啊 你这一米八的个头 不会游泳 你跑到三米的游泳池的这个水位里面啊 那真的就是找死 那真的找死 只有高手 游泳的这个高手 对吧 或许才能够在深水位当中呢 赚得一点啊 这个这个投资回报 如果你不会游泳 即便你身高一米八啊 你这个底子很厚 结果你到三米的水位 那不是找死吗 目前的巴菲特指标 已经接近200%的水平 远远高于他的 115%的严重高估的这个区间 所以说呢 现在资本市场 为什么草木皆兵 为什么一点点动作就觉得 鬼来了鬼来了 对吧 狼来了赶紧逃跑呢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指标 在2021年2月份的时候 当时是突破200%的水平 巴菲特曾经指告 曾经警告说 如果这个水平一直是如此的话 那么当下的美国投资者呢 就是在玩火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巴菲特老爷子说的 当下在玩火 当然我们都知道呢 目前的这个状况本身呢 影响因素很多 包括美联储的前景 对吧 那么各种判断 包括美国的就业数据 美国科技股AI概念的前景 大家究竟怎么看 对吧 如果今天真的是AI概念 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马上引发全世界的 从老百姓到企业到个体 到工厂 处处都是AI 需求量暴涨 就如同此前的电力革命 蒸汽机的工业革命 这个信息技术革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它的这种泡沫呢 有它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AI概念 是资本市场吹嘘出来的 远远还没有到那种爆发的时刻的话 恐怕巴菲特指标 就是给大家在提醒 真的要注意 在高点时刻呢 该躲一躲的时候呀 就要躲一躲了 那么当下我们来看一看 既然我们前面介绍的是一些基本面 是一些基础的数据 那么给各位朋友做参考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来谈 这个政策方面 最新在美股大跌之后 外界市场对美国经济数据和前景 看衰之际呢 美国的财长耶伦出来讲话了 他的喊话自然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怎么样呀 安抚人心 让外界不要担忧 我们美国经济是OK的 是健康的 我们怎么怎么着 对吧 我们的财政政策是稳健的 美国负债35万亿美元以上 OK的 没毛病的 而且还谈到了中国 耶伦说 很快他会和中方的官员 要再次会面 很多人就觉得奇怪 这个耶伦老奶奶 对不对 你在谈论 在美股大跌之后 你在稳定人心 在向市场喊话 当然我们觉得 他作为美国的财长呢 倒有其合理之处了 对吧 就像咱们如果市场大幅波动 我们的央行官员出来讲几句话 这也是正常的 对吧 但是为什么 你在这个讲话过程当中呢 想稳定美国市场的人心 对吧 想稳定美国投资者的人心 可是你这个时候要谈 我们和中国在保持高度的 这个沟通 平凡的沟通 我们很快要和中国的官员会面呢 这个里面当然有他的玄机在 对吧 全球的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 那么都是高度关联的 我们说此前所介绍的 对吧 日本的央行的举动呢 其实对于当年 这个最近这些年吧 用日元进行套利交易的 各个投资人来说呢 也是影响很大的 所以很多人也在高度关注 日本的情形 只不过呢 日本作为美国的小弟啊 他基本上美国一个眼神 日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但是中国可不鸟这些 对吧 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 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 来推动自己的一些政策 当然这里主要是央行的一些财经政策 那么因此呢 耶伦的这个说法本身呢 我觉得就比较有趣 值得解读 那么耶伦 他在讲话当中 不断强调 一 美国的金融体系 目前是稳健的 没有红灯闪烁 美国经济是健康的 现在就业数据的疲软呢 不是美国经济衰退的情况 等等之类的 那么这些喊话 这个安抚美国市场 有没有用呢 今天是周一 我们且看今天晚上 美国资本市场的表现 就大概能够了解 是不是市场真的 吃耶伦的这一套 那么至于说耶伦方面呢 喊话要和中国官员的会面呢 那么这个里面 当然涉及面就比较广了 中国目前持有美国 美债的金额呢 已经下降到了 7707亿 这里指的是人民币 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本身 美国他在高度负债的状况之下呢 他需要向全球市场的借钱 借钱过日子啊 这是美国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惯例 所以美国经济呢 他的确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困局 眼下也许你可以去解读 美国的什么AI啊 基础科研啊 等等之类的 说很多的一美之词 美国美股的泡沫 虽然有泡沫 虽然呢 有风险 但是毕竟过去这些年 美国资本市场涨幅惊人 对吧 投资者呢 也是能够挣到钱的 这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呢 美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结构性矛盾 结构性的危局呢 这一点呢 耶伦老爷爷 不 耶伦老奶奶呢 比谁都清楚 所以说耶伦放话说和中方官员 要这个进行高频次的会面和沟通呢 其实就是当下 美国高利率环境之下 那么在此前几年 不断从全球各国来吸血 那么已经引发全球各国的不满的一种状况 也需要中国在财经宏观政策方面呢 和美国之间呢 虽然中方不可能出手去什么帮助美国摆脱困境 这是绝无可能的 但最起码呢 这个时候 美国方面也担心 在美国处在一个走钢索的关键时刻 这个时候中方万一在后面捅刀子 那美国可就比较惨了 那么过去这几年 很多朋友应该有这个概念啊 美联储加息 大家就把钱搞到美国去 然后呢 就这个买美债等等呢 就让美国的 形成了一个悉心大法 从全世界把钱吸走 但现在呢 美国经济又不太行了 利率又太高了 对吧 每年付的利息超过军费 他就必须把利息降下来 降下来的时候呢 这些钱就要离开了 对不对 就要走掉了 你比如说有一个统计认为 过去这几年 中国的外贸还是不错的 那么中国的外贸交易 可能有上万亿人民币啊 那么的资金啊 上万亿美元的资金呢 在海外 那么这些钱呀 可能在美元降息之后呢 那么他们收益率降低之后 他们就要把钱换成人民币 毕竟我们看得很清楚 人民币升值是未来几年的一个主趋势 从6.3到7.3 说实话降幅啊 有点惊人 但是那么美国政策调整之后呢 人民币升值肯定是这样子的 现在已经从7.3%几呢 变到了7.0%几啊 已经升破了7.1%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 什么时候升破7 这样一个大关 但不管怎样吧 现如今美国的高利率的政策呢 在全球的确引发很多的不满 包括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 欧盟啊 日本加拿大等等 所以耶伦老奶奶呢 这个时候他需要在宏观政策出现 结构性调整的时刻呢 需要中方的配合 这就是为什么他去强调 我们很快和中方的官员会面 其实喊话稳定市场的前景呢 真的是市场也担心 中方会不会在后面捅刀子 但不管怎样吧 结构性变化最为核心的指标呢 就是美联储的政策去向 所以在这一 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 我们最后用一个判断 来为大家啊 结束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那就是美联储的 接下来的政策取向 究竟会怎么样 这成为接下来观察的 最核心的焦点 那么我们看到 美联储在9月份 他的一个确定性 前面说了 就是会降息 对吧 那么不确定性是 降息25个基点 还是50个基点 也就是一码 也就是一码还是两码 对于美股市场的投资者来说 美联储如果宣布降息50个基点呢 那么甚至可能会再度引发 美股的新一轮的暴跌 那么原因等一下来说 美联储9月份如果选择 25个基点的降息 基本上等同于是一种预防式的降息 意味着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的判断 可能是相对乐观的 对吧 如果真的是处在经济衰退 就业率大幅下降的状况之下的话 那么美联储恐怕就会直接降息50个基点 所以50个基点和25个基点 它所反映出来的是 你对美国经济当下的一个判断 究竟是什么样子 究竟是什么样子 那么所以说呢 降息25个基点就意味着 当下的美国经济可能还行 那么当然降一点利息呢 是要防止经济真的衰退 而如果降50个基点呢 就意味着这不是预防式降息 而是怎么样呀 而是拯救性的降息 就意味着美联储通过各种宏观数据 已经发现美国经济不行了 经济衰退了 非常之悲观 所以需要通过快速的降息 来挽救美国的经济 那么向市场传达的信息就是 我们美国的经济不太行 因此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呢 出现恐慌式的抛售呢 恐怕就是大势所趋 所以说非常清楚的 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 观察的最核心的焦点 就是美联储的降息幅度 究竟是多少 那么至于其他方面呢 当然美国所面临的 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问题呢 这个东西啊 目前看起来也根本就没有解决方案 根本就是无解的状况